93岁的梁子奶奶每天除了上厕所就是练体操 一二三四伸展运动再来一次 每天不到万不得已 梁子奶奶都不愿意上厕所 因为在这上的厕所都得下楼 她被迫发明了一种 四脚并用倒退下楼梯 再颤巍巍地抓着窗框走到厕所 三年前梁子奶奶从故乡冲绳 搬到城里跟女儿凑一窝 今年已经93岁了 住惯了老家的平房 就是住不惯城里的楼梯房 在这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100岁 为此跟女儿提了好几回 她要回乡下去 但女儿还是舍不得老母亲自己住乡下 感受到女儿的笑心 名字里带笑的伊藤笑她的 她的人生宗旨就是距离产生美 来到有刘家 这是一栋占地十二坪的三层舰队 伊藤一迷眼 这一家人的距离还是太近了 两夫妻带着奶奶出门迎接 90多岁的老人和两个60多岁的小孩住一块 是老化改造跑不掉了 梁子奶奶已经记不清自己是92岁还是93岁 就像她把握不住餐桌的距离 除此之外 在这个家还有一堆地方让伊藤浑身难受 门离柜子太近了不能完全敞开 厨房的东西放得老高 做饭还得点起脚去够 吃饭的时候椅子挨着柜子 梁子奶奶坐下都要花不少力气 走廊的宽度只能通一个人 厕所和盥洗室的门是相对的 两个人总有一个人会被关进去 但凡来一个推拉门也不会这么麻烦 浴缸深不见底 梁子这个小老太太躺进去就难以起来 最后才是这座逆天的楼梯 连扶手都松动了 可见奶奶有多努力 网上是三楼更抖的楼梯 连64岁的女儿都不上去 这种情况伊藤表示很难办 两夫妻准备了2100万日元 当时大贷120万人民币 这预算开阔了 伊藤的皮也展开了 打消了让这家人搬去冲绳的念头 搬家这天阿姆连下楼梯都快了 0123准时到场 伊藤混入其中 趁今天干一单 他明天就要休假 拆家小分队紧随其后 拆房子还是这么解压 两夫妻也来凑热闹 凑着凑着就哭了 早知道不来了 一楼拆完露出钢筋混凝土 还剩下那个 让梁子奶奶爱眼的楼梯 上一秒还说不拆墙壁 下一秒就整出个大洞 直接把房子拆成了 宽敞的微房 伊藤一看这步行赶紧加固 拿出祖传加固材料 碳塑纤维纸 虽然阿怪不懂但大为震惊 用纸片稳固后 开始挖坑架钢筋 墙面也一块架上 把原本的玄关堵住 伊藤早看这个门不顺眼了 把原本被围住的玄关 变成被围住的小空间 你搁着套娃呢 网上看竟然是个电梯戟 果然是钱给多了 二百万的电梯多安得起 家用电梯还能长期使用 伊藤再来到铁工厂 盯着工匠切割圆环 一共八个圆环做成滚轴 又是稀奇古怪的新奇装置 除了铁的还有木的 伊藤将做好的铁壁阿童木抱了回来 电光火石之间神奇的座椅诞生了 从门口走进来顺着扶梯 就能坐进神奇的座椅 奶奶扶着杆子就能到卧室 将来坐上轮椅 这个座椅还能拆掉一位 走到中间随手拿掉杆子 就能上厕所 多少有一点碍事 毕竟是奶奶的专属厕所 两夫妻最好不要乱入 奶奶上完厕所推开侧门就是卧室 队友刘家最重要的停车位也重新加宽 女儿上下车也不用从驾驶位爬到副驾驶 车门压灯打不开 现在停车场宽的像个练马场 奶奶再也不用担心被雨淋 一腾解决了一楼的问题 回到工作室拿出借来的照片 这么多照片记载了奶奶一辈子的回忆 一腾将照片通通放大 点头奶奶的黑历史也一并放大 打印出来的照片像拼图一样排在地板上 上面是奶奶的冲绳老家 全贴近电梯里面 虽然很温馨但是很土 地面还特意铺上草皮 奶奶能身临其境感受老家 估计只有奶奶想一直待在里面 这里头还有一个小秘密 看腻了同一张照片还能撕下来换 纯纯给电梯换皮肤 老年人的三层建筑改造完成 外观是水泥和木质栅栏结合体 还设置了一处客人的停车场 车库隔壁是新式玄关 改成大开口既能停车也能进出 下车就能抓着扶手往里走 累了还能坐一会在这换鞋 那个让奶奶到这下楼的楼梯也变得平缓许多 楼梯下是根据深度制作的鞋柜 最下层还有小推车 东西买中了就往上面一丢 开开心心推进电梯 家有电梯就是好 一楼过去堆满杂物 重新改成奶奶的房间 需要的地方多安有扶手 去哪都很安心 踏踏米床底下还有三个收纳抽屉 边上是大壁柜 奶奶从小到老的衣服都能装进去 面前就是厕所 上完出来还能按个按钮 无论女儿在哪都能听见她的呼唤 快来帮我冲厕所 等女儿做好饭 她就能搭着电梯上去 电梯里的三地不紧 希望奶奶不要老眼昏花才好 过去被全家嫌弃的三楼 现在成了一家人的客餐厅 简直是捡来的一层空间 厨具收纳都很合理 餐桌与灶台连成一体 上方的彩灯是冲绳特有的月桃纸 加上天窗的自然光线和两面大窗 室内光线拉满 屋外的阳台还在 一侧带有围栏能晒衣服 另一侧作为小庭院种花种草 种不活就换一盆 很简单 两夫妻吃完饭就能回屋歇息 红配绿的床单美极 卧室带有宽敞的衣帽间和梳妆台 只要把木板全部打开 三楼开放感十足 对面是一间随时能隔墙交流的河市 所有小孩和孙子来了都能过夜 有了电梯奶奶想去哪就去哪 浴室搬到了二楼 边上加上老人友好凳和扶手 奶奶坐上去轻松入浴 日本人还是改不了在浴室晒衣服的习惯 改造完还剩两个子 一家人乐呵呵地回来 奶奶坐在副驾驶上感觉不是很开心 女儿第一次体验舒适的倒车入库 她的技术已经被磨练得如火成青 奶奶住着拐杖率先进门 脸上终于挂上笑容 余伟文又该多一条 自己的房间也太棒了 最特别的还是电梯 奶奶一眼认出自己的文具 差点就沦陷了 来到浴缸 真不错呀 她头一回觉得自己能活到101 有了电梯生活质量显著提升 晚饭都能多吃几口 庆祝梁子奶奶有了第二个故乡